陆小姐啊 怎么样 洗发型 帅不帅 别这副表情 您长头太长了就剪了 你就说帅不帅 好 哥 我就知道你喜欢 死乔男 竟然赶紧了我留了十几年的头发 竟然还敢来问我摔不摔 老天爷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换回来 你看我尿死你 我能尿死你 你这些臭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怎么样 好看 放心 听我的肯定能成功 你死江海 拜拜 拜拜 哎呀 这开了 哎呀 就是也开了 我还帮你记了 做好行李总好 一杀戒都使出来怎么回事 出现这种情况 只能说明它不是你的男主角 那它是谁的男主角 是谁呀 是个董事教室啊 看着这儿你还说 用这些 用意想想 讲你狗狗的方式 我坐哪儿啊 好 我坐哪儿啊 好 我坐哪儿啊 看 我早上刚逮的虫子 这回有好喜康 肯定吓死他 老虎不发尾 真当歌是并猫 章 乔南 小花 那个 这个是我亲手做的蛋糕 送给你 谢谢 这是你第一次 收下午送你的礼物 那你慢慢吃 我先回去上课了 干吗让我输 别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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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坐哪儿 南哥你不一直坐 南哥你傻意思 你不想让我坐在前头 你就说我立马扮作 你别生气你能告诉我为啥 南哥 你是不是作为作孽了 要不我们换换呢 不要 南哥 我明白你为什么生气了 昨天我们去澡堂 我没伺候好你 你放心 下周咱们再去诊一次 兄弟们一定伺候好你 对 不必了 好 南哥你咋了 是不是那个小透明 不是 上课 老师好 好 同学 你好 好 同学们 好 好 请坐 今天学习直线的方程 我们把书打开到第三眼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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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立 老师好 同学们好 请坐 今天呢 我们讲几篇具有代表意义的高考作文 大家快速看一下这篇材料 谈一谈对三国人物司马懿的理解 说不就是 但是我们不会不够在那地方 对三国人 Stockholm 这是我们同学的 就是考虑的 需要的 如果我们建议我们的 像我们学义的高考再比我们的常怨一些 态谈司马懿啊 司马懿这个人 挺阴的 简直就是老坚俱华 但是能力却是不错 看跟谁比啊 就拿诸葛亮来说的话 司马懿跟诸葛亮 单挑不占优势 诸葛亮激动能力也很强 但对炮台法师 诶 司马懿就很有优势了 突击能力优异 而且大招一开 防补胜防 不许笑 让你说的是历史人物 司马懿 只要你说游戏了 不许笑 回去每人一篇作文 谈谈司马懿 沐翔翔 两篇 再谈一个诸葛亮 三国里的 来 我们继续 嗯